同学们各位好 今天在这里呢 我不想跟各位谈教英文的东西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把我一些学习英文的经验 那么分享给各位 我这个节目呢 已经才刚刚开始了 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期间里面 我也渐渐地累积了一些 跟我在一起学习英文的朋友 那么我所得到的一些反馈 从这些朋友们里面 最多的就是大家都会告诉我 我记不起来 我没有办法记得起来 OK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到底这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看待它 怎么去解决它 这是我要跟各位所谈论 所以我要把我的经验 分享给各位 OK 那么我本身在 来美国26岁的时候 我本身的英文就像各位 现在各位的同学的英文程度是一样 那么我怎么经过了这些 连不断地努力 一直不断地学习的经过 我是怎么学到的 我在这里要很清楚地告诉同学们 OK 这个英文呢 有很多同学们学英文 他认为每天在这个课堂里面 听一听 你就想把它记住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现在再次告诉各位 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的 我的记忆力 跟你们一样的是不好的 但是我能够记住这么多的 的英文单字在里面 还有他们的生活用语 还有的等等 今天能够造就我到这种 这种程度的情形之下 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学习到不断地听 不断地听 一直地听 然后听来以后 去怎么用它 OK 我们学习英文就像一个 我比如来讲是一个游泳池 今天有一个空的游泳池 我怎么样用 我一滴一滴的水 把它滴成一个游泳池 所以在刚刚开始滴水的时候 是最辛苦最艰难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现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先从简单的单日里面 OK 我们一直在吸收简单的单字 OK 那么从生活里面 周边的单日里面 我们去学它 学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声音给抓准 OK 那么当我这个游泳池开始 一滴一滴的水滴 滴进来的时候 我刚开始如果说 我不很用心的去把它累积起来 这一滴水是不是很容易就干掉了 当你干掉的时候 再滴第二滴水没有用 它永远是干的 所以在初步的情形之下 我们一定要很辛苦的 那么很辛苦的 让这一滴一滴的水呢 快一点的让它成长 当它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不会干的时候 你再继续的 用这一滴的水 一点一点的去累积的 累积 那么在累积辛苦的过程中 有一天你会发觉到 这游泳池里面有一部分的水 它不会干了 那你再继续的低它 那你会发觉到 它这个速度会帮助你 越来越快了 你从很慢很慢的这种 那个开始的情形之下 你会觉得你吸收的程度 会比以前快了很多 然后你再继续的不断努力 那么让这个游泳池 有一天终于成了一堆满满水的游泳池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经历 而不是一年两年 你就想要学好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在这 你就是要告诉各位 当你现在学习的时候 你忘了没有关系 你听一次听两次 你忘了没有关系 你继续的听 记忆力好的人 听十次 听五次可以记住 那么我听二十次 我把它记住 OK 在生活上面 你不懂的地方 去问 你要养成 听 一直听 然后慢慢说 不懂得问 那么问身边懂的人 甚至美国朋友们 他们都很愿意帮助 你是绝对的 所以不要害羞 我们不懂的地方 我们就问 问了以后 把它记起来 让它长期的 慢慢的去成长 OK 我们反复的听 反复的说 反复的问 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小孩 从简单 简单的英文里面 学起 稳稳的走 慢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稳稳的走 锻炼自己的思考的能力 OK 锻炼自己思考的能力 比如说 OK 我今天比如来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很简单 叫做easy alright 那么我也懂得 钱 叫做money 对不对 钱 很简单 叫做easy money 叫做钱 当有一天 你会听到人家 人家讲 easy money 那你就会思考 easy money 是什么意思 OK 那么easy money 就是 就是那种 横财的意思 没有经过 很辛苦的努力 得到一笔横财 在英文里面 我们就叫做easy money 当你懂得 这个easy money以后 你在生活上面 你就可以学到 怎么去用它了 对不对 我再比喻来讲好了 我们都知道 香蕉 叫做banana banana 香蕉 当有一天 你听到人家 美国人讲 you are a banana you are a banana 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意思 你是一根香蕉 在美国人里面 这句话 什么意思 OK 当你了解 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you are a banana 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人 疯掉了 你这个人 傻掉了 是这个意思 当你会听懂 它的意思 你将来也会用 在生活里面 OK 比如说我们都懂得 beautiful 我们都知道 美丽 那我们学习自己 照很简单的例子 OK 比如说 脸 我们知道是 face OK 笑容 我们叫做smile 我们的心 叫做heart OK 每一件事情 叫做things 天气 叫做weather 那我们把它 串在一起 我就会讲 beautiful face 很可爱的脸蛋 很美丽的脸蛋 beautiful smile 美丽的笑容 beautiful heart 就是说 形容一个人 有很美丽 善良的心肠 OK beautiful things 一个美丽的事件 美丽的东西 我们自己可以造句了吗 beautiful weather 美丽的天气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造句 说说 你在 你在学简单的东西 跟简单的东西 学在一起 想办法 造成 简单的造句 然后 让自己在这种 自己锻炼自己 那么又听 又锻炼 是这样子慢慢的 让自己的去成长 OK 有潜入身 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 我们学英文 一定要有这种 恒心跟耐心 否则的话 那你就是 真的是 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有这种耐心 那么慢慢的修改自己 养成修改自己 当你自己的英文 讲得不对的时候 随时就把它修改 不要固执 OK 不要固执 不要用我们那种 阳金帮的方式 讲英文 然后永远不去改它 OK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都喜欢讲 We go home to We go home eat 中国人讲 我要回家吃饭 他们讲 We go home eat OK 你当你听到人家 美国人正常的讲话是 I am going home to eat 那你就把它改过来 千万不要固执的 讲你自己 阳金帮的英文 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进步 所以我提醒你 要经常修改自己 当你觉得自己不对的地方 你去修改过来 OK 比如说我明天不来了 我们中国人经常用 阳金帮的英文讲 Me no coming tomorrow Me no coming tomorrow 这是错误的方法 那你学到人家 美国人正式的讲法 叫做 I am not coming tomorrow I am not coming tomorrow 你立刻就把它改过来了 好吧 然后发音上面的事情 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他讲说螃蟹 螃蟹英文叫做crab 那很多 有些人讲crabber crabber 当你讲这种crabber的时候 人家美国人又听不懂 你又不愿意改 那你学这样子 学的是不是没有意思呢 OK 我就有碰到一些朋友 我发觉到他们英文 那个发音实在是很离谱的 我纠正他们 他们就不愿意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感觉好像是 要人家来迁就他的英文 这就不对了 你要讲人家的英文嘛 OK 比如说我们讲书本 叫做book 那有很多人讲book 人家谁听这种 你在讲什么book 就你要改过来啊 OK 我们讲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种 三反习 三反习 你为什么不改过来用San Francisco呢 这是我要讲的 OK West Palm Beach 那么我们中文老是讲 West Palm Beach West Palm Beach 你为什么要讲我们中文的英文呢 我自己把它改过来 OK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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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 California California 这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固执 不愿意去改它 造成自己的障碍 这是不对的地方 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 把我的经验告诉 告诉给各位 OK 你们的成长也就是我的成长 如果你喜欢我这种教育的方式 请你替我 为告诉你周边的中国朋友们 我们共同参与 共同进步 共同努力 OK 你的进步也就是我节目的成功 请各位支持 支持我 一直支持我 订阅 订阅对我来讲是最 最鼓励 最支持的一种鼓励 OK 那么谢谢各位 我在这里 好像苦口婆心的 丁宁各位 怎么样把这个英文 我们把它学好 OK 那么我们下节课 再继续见 拜拜 再见